号称十年来威力最强的大西洋飓风迈克尔 预计掠过墨西哥湾之后将增强为三级飓风 夹带暴风雨步步逼近美国佛罗里达州 佛州州长宣布35个县的进入紧急状态 同时警告居民马上紧急撤离 否则随时丢命 威力十足的飓风迈克尔预计过进墨西哥湾后 将升级为三级飓风 及最高每小时175公里的时速 向佛罗里达西北部停进 预计当地时间星期三中午登陆 佛罗里达州内35个县进入紧急状态 州长斯科特警告 迈克尔威胁性命 居民接获出散指令后就得马上撤离 是的 做好准备 是居民目前必须有唯一能做的 超市粮食 面包和饮用水等被一扫而空 油站也是大排长龙 这些地区的油站甚至已经不够汽油供应 迈克尔来袭 能源公司也紧急撤离石油生产平台上的员工 停止了将近五分之一的墨西哥湾石油产量